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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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经典众多 说起群体来 那也是很大的 最近其他节目的冠军歌曲《最爱》也是好听得很 重现经典和创造经典都是值得期待的 李克勤和王赫野的《秒针》 最近也是风头盛得很 声声不息 加油 芒果TV举办招商会 其中一档新的选秀节目《声声不息》引起全网热议 据悉 该节目是由 《我是歌手》原班人马联合打造 TVB金牌制作团队重磅打造 以港乐金曲为核心 通过改编业以经典歌曲 促进两地音乐交流 并且带领观众重温辉煌岁月 回味港乐情怀 节目《你邀请》六位固定评委 同时邀请巨星级的歌手 音乐人担任传奇导师 参赛的《新声代歌手》 按照每期的主题 在乐队合唱等系列赛制下 最终决选出新一代乐团唱奖 据《一创情书》了解呢 芒果台跟TVB渊源颇深 早在2007年 两大电视台就曾联合制作了舞动奇迹 不仅收拾火爆 还获得良好的口碑 值得一提的是 王祖兰将担任 深声不息的联合制作人 在招商会现场 王祖兰通过连线 卖力宣传新节目 更透露已经邀请 升起香港乐团半边天的歌手 比如铁飞歌后 还有多年没有出山的 乐团大佬助阵 问题来了 王祖兰何德何能 担任深声不息的制作人呢 首先因为王祖兰是TVB的首席创意官 曾志伟担任TVB副总经理后 提拔弟子王祖兰首席创意官 负责TVB综艺节目的 创意运营以及制作 就让这个春天刮起一阵港风吧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四大天王 你们觉得会邀请到哪些嘉宾呢 好